十四五十七 经济社会发展的 二十个主要指标中 有七个都涉及到民生福祉 是历次五年规划中 占比最高的一次 农历二月初二 民间有龙抬头的说法 各地举行不同形式的活动 期盼今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山东青岛焦州湾海域 出现大量海星偷吃蛤蜊 养殖户经济损失不小 专家表示 海星大量聚集属于偶发事件 中国在农报道 本期开始推出系列节目 《消费者问》为您答疑解惑 今天专家为您讲解 土鸡和肉鸡到底哪种更营养 气温回升 我国北方各地备更加速 南方春茶采摘忙 各位好 这里是2021年3月14号播出的 中国三农报道 我是主持人高凡 十四五规划纲要 列出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20个主要指标 其中有七个都涉及到民生福祉 这在历次五年规划中是最高的 覆盖了就业 收入 教育 医疗 养老 托育等民生领域 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 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十四五时期继续降低落户门槛 规划刚要明确 放开放宽出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 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 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而在教育领域 规划刚要指出 完善普惠性学闲教育和特殊教育 以及专门教育保障机制 学前教育毛入元率提高到90%以上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 未来五年 看病体验将是什么样子 规划刚要强调 提升医护人员培养质量与规模 扩大儿科 全科等短缺医师规模 每千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 提高到3.8人 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落实异地就医结算 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 少跑腿 既有政策的支持 也有技术的参与 近日 黑伦江省医疗保障局 就开通了5G视频远程服务平台 参保人员不用到现场 就能足不出户 办理多项医保业务 真正实现了把实体的服务窗口 半千闹云服务窗口 迈出了最多跑一次 到一次也不跑的第一步 中央气象台消息 3月14号到16号 一股较强的冷空气 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尤其在北方 东北 华北等地 会出现强降雪 大风降温和沙尘天气 气温也会大幅下降 提醒大家 在农业生产中 注意防寒保暖 3月14号是农历2月初二 民间有2月2龙抬头的说法 专家表示 这一说法与古代天文学有关 龙抬头指的是 28秀中代表苍龙 两只鸡角的两颗星 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这个时候 土壤解冻春风化雨 大地返青 全国的春耕生产 由南向北渐次展开 因此2月2又被称为 春耕节 农事节 春龙节 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 唐代是把每年的2月2 列为国家公假日 它在2月2的时候 全国是要放假一天的 大家来庆祝这2月2 所以从唐代以后 这个2月2 在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习俗里面 就变成一个很主要的节日 祭祀的时候以龙为对象 到春天我们需要下雨了 就要把龙请回来 让他下雨 所以我们2月2就叫龙抬头 曹庆祟表示 2月2实际上也是一个 期盼丰收的节日 各地会举行很多独特的民俗活动 2月2的话和农业生产有关 和企愿丰收有关 在他家的院子里面 用火会画一个圈 完了那个圈里面摆上五股 就表示说 这个是今年丰收的粮仓 叫做五股仓 这样就是表示五股丰登 这一天就有很多特定的活动了 比如说打龙门 点龙灯 还有各种和龙有关的比赛 五这个板凳龙 有的大村子 那个板凳龙的龙长有一公里 2月2到了 黑龙江各地的农户 也正忙着进行春耕备耕 加木斯市华南县的农机部门 这几天就在对辖区内的农机具 进行检修 在黑龙江省华南县 云沃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里 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合作社所有机械设备 进行全面检修 我们站从2月26号开始 成立了6个专业服务队 深入到农机合作社 各乡镇及村团 进行农机具的检修工作 截止目前为止 共完成应检能机具的85%左右 今年 华南县加强了农用物资生产 和农资市场供应方面的服务 通过电话和微信 实现线上供货 还开辟了农资供应的绿色通道 农户订购的农资 直接就能线下配送到家 咱多数农资都是从网上 从微信上去订购的 订购之后挺方便的 你不用去人 直接直接就把货给送过来 给农民带来了挺多方便 节约了开车这段时间挺多时间 挺好的 华南县2021年农作物种植计划 总播种面积365万亩 备耕期间 华南县还通过农业技术部门 开展线上培训 农业执法部门开展农资打假行动 为春耕保驾护航 视线转向南方 这几天 浙江杭州的西湖龙井春茶 开始采摘了 农户表示 今年西湖龙井产量都有增加 价格也有所上涨 翁家山村位于 杭州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 也是西湖龙井主产区之一 在当地有句俗话 早采三天是块宝 晚采三天是棵草 为了尽快采摘鲜叶 村民朱鸿侠雇了两名采茶工 采摘自家的四亩茶园 据了解 今年西湖龙井茶树 长势良好 预计龙井茶总产量 比去年有所增加 品质整体优于去年 价格也比去年有所上涨 翁家山投茶西湖龙井的 干茶收购价 每金在4500元左右 相比去年大约上涨了两成 再来关注畜牧业 近期随着天气转暖 甘肃张叶近30万头牛羊 结束了异地芥木 开始返程 在宿南县明花香双海子村 羊雪的芥木点上 他正在把出生不久的羊羔装车 确保转场顺利 第二天一大早 羊雪一家就赶着羊群出发了 他们要前往附近的 大河乡西岭村 这些年来当地每年冬天 都推行异地芥木措施 让养殖户带着牛羊 前往临近的 食物更丰富的地方过冬 等到开春再返回自己家 一冬天能为当地养殖户 节省四草成本2000多万元 春季按说也是 北方海域养殖的 格力的重要管护期 然而山东青岛 焦州湾海域 近日却出现大量海星 这些海星主要以贝类 也就是农户养殖的格力为食 让当地的格力养殖户 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在红岛渔港码头上 一船船海星 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岸边 而这些搬运海星的渔民 都是附近的格力养殖户 养殖户介绍 今年春节过后 就在近海海域 发现了大量海星 而他们养在海里的格力 都被海星吃得只剩下壳了 就像庄稼遭了蝗虫一样 损失惨重 现在正是格力放苗的时节 如果不赶紧捕捞海星 渔民的损失会更大 因此渔民们天天起早贪黑 出海捕捞海星 50条船 每条船每天捕捞一两千斤 甚至更多 几天下来 还是无法将海星清理干净 虽说捕捞上岸的海星 也有人收购 但4块钱左右一斤的批发价 根本没有办法弥补 隔离养殖户们的损失 海星被渔民们称作是海底蝗虫 所过之处可以说是片甲不留 专家表示 今年焦州湾海域出现 大量海星属于偶发事件 可能是当地水域的生物种群 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专家还说 像新闻中出现的这种 已经长成成体的海星 基本没有天敌 只能依靠人工打捞来之力 焦州湾这次发现的 这种量是很大的 而且它有一个 过度捕食的吸星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吃一个杀死一个 它可能杀死的贝类 要比它吃掉的还要多 所以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关于海星的天敌 要分成成体和幼体的 两个阶段来看 在成体期 也不是说严格的没有天敌 但是至少说 它的天敌是比较少的 但是海星在幼体 它是浮游在海水里面 所以海水里面的很多生物 是可以吃它的幼体的 所以说一般的防治 可能就是到了成体 恐怕就只能是人工的打捞了 在这个幼体期的时候 如果保持一个 比较好的海洋环境 比较正常的海洋的生物群落 它的幼体是有控制作用的 虽说海星这家伙没什么天敌 但是吃货们说了 派我们处长吃光海星 不就得了吗 但是这个办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首先呢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因为海星 尤其是在净成熟的时候呢 的确是可以吃的 因为海星的食用的部分呢 主要是它的生殖线 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吃过是吃的话 保劳上来的呢 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成体的海星 也就是即将产卵的海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可能通过这个吃的方法 去控制这个海星呢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首先呢 那第一个方面 仅仅是在这个净成熟的时候 才有食用的价值 可能这样的话呢 那些幼体的海星 就没有人吃 或者是没有人捕捞了 再者呢 这个海星呢 是可以作为一种药材使用的 是药三分毒嘛 所以是在吃它的时候呢 也不能吃得太多 据了解 目前当地相关部门 已经组织专家商讨对策 帮助渔民解决海星之患 避免影响后期贝类投苗生产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这几年 土鸡肉和土鸡蛋的热度 越来越高 很多人觉得 土鸡做出的菜啊汤啊 比所谓一般养殖的鸡 更香 更好吃 当然 在价格上 土鸡肉和土鸡蛋 也更贵 还有人觉得 土鸡的肉和蛋 更有营养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那么在营养和健康 这两个方面 到底是溜的鸡更胜一筹 还是两者并无差别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消费者会有这个概念 所谓的土鸡 或者是散养的鸡 可能会好一些 实际上这个观念 不是特别的准确 就是散养或者地上 老百姓养的鸡 由于养殖环境差异非常大 可能有的时候 也存在重金属超标啊 寄生虫的量比较大啊 所以从食品安全角度 没有这个工厂化 养殖的食品安全的会好 赵桂平介绍 土鸡溜达鸡 之所以受部分消费群体青睐 主要是因为 它比肉鸡的味道更好更香 另外有消费者担心 养殖的肉鸡 四十多天就出栏 是否使用了不合理的药品 专家表示 有关激素鸡的传闻 是不科学的 养殖的鸡肉 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就四十多天出栏的 这种肉鸡 就是国际国内 最 产量最多的一个类型 这个品种长得快 是因为遗传选育啊 整个的营养标准呢 和设施设备的 整个的先进程度 给它提供了一个 非常完善的生长环境 所以说它是 是科学研究的这个结果 并不是说 它长得快 它就不安全 规模化养殖场 它的整个的饲料配比 是非常科学的 防疫疫苗 包括这个药残的检测 都非常规范 在鸡蛋方面 有些消费者认为 相比普通鸡蛋 价格更高的土鸡蛋 营养价值更高 这种观点正确吗 它的风味会好一点 因为它生长周期 鸡的这个 一个是日龄比较长 鸡蛋产的比较少 风味会好一些 但是从营养水平来讲 都是一样的 蛋白水平啊 含有的这些 营养物质是没有 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这是口感上会好一些 而且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我们推荐 还是规范化的养殖 更好一些 长江江豚 是我国特有的豚类动物 也是长江里 仅存的哺乳动物 因为它们的嘴巴 有一定的弧度 犹如一张笑脸 所以被大家称为 微笑天使 随着长江保护法的实施 以及一系列 严格措施的落地 长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江豚的种群数量 目前怎么样呢 据水生物专家介绍 近年来江豚频繁出现 一方面是因为 其生存环境明显改善 二是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长江江豚保护当中 2017年考察的结果呢 发现江豚数量 大约是1012头 比大群毛还要少 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王丁介绍说 在上世纪90年代 对长江江豚数量的估计 是在2700头左右 到2006年 下降到1800头左右 2012年考察的结果 是1045头左右 2017年是1012头左右 导致长江江豚数量 下降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人类的活动 其中有渔业活动 特别是非法渔业活动 有航运 还有水利供应设施的建设 污染等等 当然还有些具体的 其他人类的活动 比如说哇沙等等 这么一些事情 都会对它的基地造成破坏 甚至对江豚的个体 造成直接的众伤害 今年2月 经国务院批准 调整后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向公众发布 长江江豚等65种野生动物 由国家二级升为国家一级 这不仅表明了 江豚的宾威程度 更提升江豚保护的法律地位 从国家层面力度大大加强 目前经过数十年的 就地保护 千地保护和人工返育 长江江豚数量 急剧下降的趋势 已经得到了缓解 专家表示 保护工作虽然任重道远 但是随着长江 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 未来长江江豚的保护前景 会越来越好 位于湖北的长江天鹅州 白济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最早开展长江江豚 千地保护的保护区之一 于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位于湖北十手境内 这里就地保护了20多头江豚 经过近30年的发展 在天鹅州的长江故道 保护区内江豚已有80多头 且数量稳步提升 这每年都有几头江豚出身 大概我们估计的话 应该是六头以上 从2012年的1045头左右 到2017年的1012头左右 江豚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 得到了遏制 但整体而言 其极度宾威的状况 并没有改变 它是一种贪生的 水生哺乳动物 每一胎还只有一个孩子 而且这个认识期要特别长 这个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比人都还要差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很难指望 在很短的时间里 数量就会大的增加 专家表示 在未来发展和保护的平衡上 主要是尽量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科学保护 而随着长江保护法的实施 和长江十年进步的开始 长江江豚的数量 恢复的前景将更加乐观 今年春节前 一个大男孩身穿围裙 在杂货摊前打篮球的视频 走红网络 视频拍摄于1月21号 画面中身穿围裙 花式运球的男孩 就是石学念 在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 他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不过这段视频一发到网上 还是很快就得到了 大量的关注和点赞 网友纷纷评论说 相信每一个努力的人 都是精彩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到贵州省镇远县 去认识这位围裙男孩 石学念 石学念是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家乡位于贵州省镇远县 一个名叫大领村的偏僻山村 父亲石高永 常年在外打工 母亲在家照料一个小杂货店 每到寒暑假 他都会穿上围裙 帮助母亲看店 摆摊 因为我想着就是 父母一年到头 真的他们都很辛苦很辛苦 我就想着寒假还有暑假 去帮他们分担一点 生活上的压力 九岁时 一场村与村之间的篮球赛 让小学念大开眼界 球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 让他羡慕不已 从此 他对篮球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15元前的塑料球 30元前一双的运动布鞋 一块不平整的水泥屋顶 撑起了他最初的篮球梦 为了支持他的篮球梦想 尽管家庭收入不高 父亲石高永 还是在他12岁时主动送他到省外的篮球学校培训 并为他联系专业的篮球俱乐部试训 那一次的学习让我改变了很多 更加坚定了我的篮球梦 然而失学念的篮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广东视讯时 通过古龄测算 医生预计 他成年后身高达不到1米7 几乎关上了他通往职业篮球俱乐部的大门 在最挫败的时候 不懂篮球的父亲成为他精神的依靠 我说没关系 我说加油 我就是怕他心里面有压抑 我就很担心 很多很多的质疑声就伴随在我身边 你确实有时候想过放弃 但也是正因为这一种质疑 然后一直在激励着我 我就觉得身体不够 技术来凑 然后就每天每天都打磨自己的技术 2月19号晚上 石学念作为镇远县篮球队的队员 和乡邻的施丙线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春节返乡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 一起为儿子加油 在父母的注视下 在组织后卫位置上的石学念 打满了全场 屡屡投中三分球 夺得了28分的全场最高分 并有多次抢断和助攻 从高中时 每逢寒暑下 石学念就会在村里的小学篮球场上 办起免费的篮球培训班 周边村子里爱好篮球的孩子们 都会积极参加 在他的细心指导下 大家的篮球水平提高了不少 意志力也更加板强 除了篮球技巧以外 我更多的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下 我去外面学习到的一些篮球的心得 就是比如面对伙伴要团结协作 然后面对困难要不轻言放弃 天气转暖 在宁夏银川的北塔湖 上百只红嘴鸥在湖面飞翔觅食 红嘴鸥俗称水鸽子 体型和毛色都与鸽子相似 嘴和脚呈红色 身体大部分的羽毛是白色 尾羽黑色 每年三月份 红嘴鸥都会飞到银川 短暂停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之后将继续飞往北方进行繁殖 近日青海省门源县西马厂村 迎来一只下山春游的特殊客人 一只雄性雪豹突然误闯居民区 这让当地村民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画面显示 这只成年雪豹在进入房间时 撞坏了玻璃 导致头部被擦伤 所幸并未造成人员和牲畜伤亡 目前这只雪豹已被工作人员 带回繁育中心做进一步的检查 受气温回升和上游熔冰开河影响 近几天 山西极限黄河湖口瀑布 迎来一年一度的桃花汛 今年的桃花汛较往常有所提前 而且由于上游冰层较厚 也将持续更长时间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 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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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